记者曾维珍台北报道,行政院提名前监委黄黄雄出任促转会主委, 早日已曾于前检查总长黄世明的弹劾案投下反对票。 立法院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明表示,黄黄雄是最早地形民主转型的民主前辈, 只用一件事来质疑他,有时公允。 柯建明中午接受黄光琴POP抢先报的专访。 对于黄黄雄是否在弹劾案投下反对票。 柯建明表示,他自己身为当事人,就他而言,黄世明已经被判有罪定验, 当初有5被弹劾,已经不重要了。 他强调,不计明投票是现行的体制,必须尊重。 前总统马英九透过黄世明操弄司法,当然是非常严重的事, 他会在审查时询问黄黄雄的态度。 但是黄黄雄究竟投下赞成票或反对票,他不会去询问。 黄黄雄如果为了确保这个职位,自称投下赞成票, 又有谁能够证实,柯建明举例,每没有选民来拜托时,都会说选举时投给他, 难道他还要询问选民说的是真是假? 柯建明指出,黄黄雄曾与他共同担任第二届立委, 黄在1981年就当选增额立委,历任三届立委,两届立委,还当过一届国代。 黄当年投入民主转型,包括提出新线草案, 立促老兵返乡,平返228,长期研究蒋魏水, 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民主启蒙者。 他说,黄黄雄在离任兼累迁有来看他, 送他一份研究了14年的党产报告。 黄黄雄当年还拿住封条贴在国民党三重党部门口, 就说这是不当党产, 他强调,想只用一件事来否决黄黄雄一生的贡献, 又是公允。